其实人际关系为什么会帮助你成功 我常常在说 一个人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做好 最大的关键在这里 就是你的人脉是不是很充沛 我们说人脉等于前脉 跟你人在相处的时候 跟人的关系是否互动的很好 这就叫人际关系 各位在卡内基里面有说到这一段 人际关系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一个人能不能成功 只有15%是因为他的专业 我在第一段已经说到了 第二个85%是你的人际关系 跟人相处的什么技巧 简单的说你要喜欢别人 也让别人来喜欢你 这才是最成功的人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 说阿贵教授呀 他皈依三宝啊 他也受洗啊 为什么有时候又抽烟又喝酒啊 其实大家知道 我平时是第一酒不沾 我一根烟也不抽的 但是今天的主人请我 他喝了小酒 我也跟得喝 他抽烟我也跟得抽 其实他只不过 希望我们能够什么 同流 所以他讲同流才能交流 交流才能交心 交心才有交情 有交情 一切好办 可是很多人就不愿意 心中 老是我值 我不喝 我不车 我不愿意 我不配合 其实 有些你就得罪到了对方 得罪到了别人 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 作为一个现代人 我经常说呀 要一表人才 要两套西装 三杯酒量 四圈马架 无方浇油 六出齐山 七速打马 八口吹牛 九分忍耐 十分完美